屁來切一刀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說她今天沒有那個 她因為她 今天拼命睡 拼命睡睡起來就不好了 哈哈 我都不要忘了 那天弄的那個照片好漂亮 最後那張 那張最像你 所以我覺得前面那張不像 那是不照呀 那是公司拍的 OK 妳就來 聊一下就好了 介紹一下 我考試是在 今天是幾天 禮拜一 上禮拜一好了 今天禮拜六 今天禮拜六 這個禮拜一考的是 然後考試之前呢 我自己大概 我的程度就是 我差不多 我 就在美國大聊天 然後 我考試之前 在王老師這邊上課 上了有 兩個月 不是吧 上就認真一直跟著 段段段巡序 可能上了好幾個月 但最主要是在後 後一位考試前一個月 然後準備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那個王老師那個白色考題書 裡面那些要點 就特別特別有用 然後那個白皮主要是白皮書 那個exams 然後這個特別好 這個裡面題目就是 我是從A到G 所有全部都刷了兩遍 然後裡面有很多大量的考題 比如說80%的考題 都跟這個白皮書上是類似的 就是他有的時候問題 會問不一樣的問題 問題會以英語 另一種問題表達方式來描述 但是是一樣的問題 答案都是一樣的 可能有的時候答案會改 但也只是同一次或近一次的關係 然後考試時候特別嚴 大家那個口袋裡面一定不能帶一些小抄 因為我當時我的口袋裡還準備了紙條 然後我拿過來了 我覺得口袋裡準備了紙條 然後就那些有一些單子 我就覺得特別難的 把它抄在那些口袋裡 不是在對不下來 就比如說那些什麼 什麼化學提取劑那些之類的單子 我就寫了口袋裡 但後來發現這種單子根本投不著 然後在口袋裡面千萬不能放 因為考試特別嚴 然後包括你的手掌裡面都不能寫一些東西 然後考試整個過程三個小時十分 我是最後還有七秒鐘收招的卷 考試題雖然150到 但是你要做下來快的話 可能一個小時 像我是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左右全部寫完的 然後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就是在檢查一遍特別重要 因為在檢查一遍的話 我自己改了將近有十八到二十題 就是我會重新發現原來我已經看錯了 或者是我那個答案看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再檢查一遍是特別重要的 考試三個小時十分 時間肯定是夠的 我覺得時間肯定是夠的 然後那個考試的時候底下有一個很按鈕 就是如果你要累的話你可以按一下 然後你可以出去上個廁所 或者出去休息一下 但是在你休息的這個時間內 所有的那個 你考試時間還是在繼續的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就是那個白皮書真的很重要 就是王老師那個他寫的那個白色的書 知識要點看完了之後 後面每一張寫題都做完了 然後開始刷那個白色的書 那個白色的書如果你全刷了一遍 然後我考試之前 然後那個證據率也只有60% 最好的一套大概是65% 那個F和G兩個套特別難 我的正確率可能只有55%到60這樣 考題裡面A到E的那個考題 就A一直到E就5號考題裡面 考試題目有出現 就一模一樣的題目大概差不多都有十幾 但是F和G目前為止我就看到 我考試當中F和G沒有沒有一樣的題目 可以 如果你要把白皮書刷過一遍了 然後正確率還蠻高的話 考試應該是能過的 這是我的意見 拋制度設計程度 我們刷它的視頻 我考一次 考一次 考一次可以嗎 你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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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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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